今天要玩的遊戲就是魔物聖杯 這遊戲的類型是六角SLG 就是有點戰棋模式 可是它也有一點即時戰略的感覺 你佈陣的時候是擺好的 但是開打之後他們就會依照自己角色的特性或能力去做走動 可以先看到左下角第一個是這個魔物 魔物就是我們的角色門 很多種不同的 每一個魔物比如說打開來看 都會有它的職業 然後它有那個盾 它就是騎士系 那裝備也會有蠻大的影響 等一下再來看 因為我還沒什麼裝備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技能 可以自己看時間手動放 你也可以AUTO它就自己放 那這個就是比較類似就是被動 它自己還是會照時間去把它放出來 因為擺陣蠻重要的 這個遊戲坦就真的很硬 輸出就真的很軟 所以就是要擺得好就蠻重要的 然後你看到右下角有個蠻特別的 是這個戰力控制 這遊戲它有一個系統 就是如果去破關卡 那你如果直接過關的話 過了嘛OK 你就可以繼續打 但是呢 關卡如果要拿到比較高的評價的話 它會限制你的戰力 那這個遊戲如果戰力內過關的話 你會拿到聖火 聖火這個東西就還蠻重要 因為150個聖火你就可以在交換所 直接換聖紅換服 然後就可以直接抽UR 戰力控制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控制在多少戰力以內 它不會升超過啦 然後呢你就可以去解 啊解過了的話 再去加這樣子 這個遊戲培養魔物 就培養你的角色 還有一個資源返還 你如果抽抽抽抽到 你覺得更好的 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下來 把它的那個資源返還 職業有蠻多種 剛剛這個就是盾子嘛 它就是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生物 我覺得它粉紅色很可愛我就選了 我是外貿協會 然後這個是刺客 職業特性啦 戰鬥開始的時候優先順移至最遠的法師系目標最後 對這個應該是一個小蜥蜴吧 然後這個是 目前啦 我一直拿槍的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 魔導偶像 這個好像就是一開始的那個 它好像現在剛開始所以有一些活動這樣 它是法師 算是專打坦的 因為你都要攻克關卡嘛 有些關卡比如說 哇它放兩隻騎士這樣子 就很煩 那你就要可能用這些 你們現在會覺得說 東西有點多有點複雜 我自己在試玩跟了解的時候 是從頭開始玩 一開始沒那麼複雜啦 慢慢才會越來越多啦 才會越來越複雜 然後 裝備其實很重要 你會拿到那個 稀有的 裝備券 你就要去兌換嘛 官方是說 絕對 推薦 先換 頓值的 就是 騎士的 你看它一個頭盔 MAXLV加9的時候生命值加1800 你看我們剛剛整個人也才4000多血 你布陣布得好的話 盾一開始會被所有人揍 所以盾越硬的話 的確推關卡是比較簡單啦 像這種時候你就是可以 你就是可以 布陣 然後你就是 隨便移 你可以把它移到 移到別的地方這樣 那我就盾子在這邊 刺客在旁邊 戰士然後法師這個槍手都在後面 這樣應該就OK了 我的刺客怎麼被法師爆打啊 你看後面 他們不是刺客 他們有兩隻槍手 哦 難怪 暴揍我的刺客 比如說你 這個是你 推不過的關卡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一下把刺客拿下來 因為他們兩隻射手有點棘手 啊這個這個 你們看到聖火有看到嗎 戰力條件下完美通關主線關卡獲得 可用於交換所購買強大的UR指定魔物 這裡有聖火150顆 就可以換那個聖紅換服 就直接拿UR了 運運輪盤先輪一下好了 可怕又抽到一些東西可以升級了 給我金裝備卷可不可以 聖紅召喚 這樣就換一張嗎 真的抽到一張這麼舒服啊 控制鬥獎機率啊 我都沒中過 哎呀 真是的 運氣好啦 魔物圖鑑也可以看 因為你拿到的話 就會有這個 這裡會有禮物 好不好 你都可以來領 然後這個召喚百科 也需要看一下 因為他除了教了你怎麼玩以外 你把這些看一看喔 他都會送你聖賣元金 你就只是看一看這些東西而已 你就可以拿到可以抽UR的東西了 有沒有 你看 然後你就閱讀故事啊 看百科 學東西幹嘛 就拿到一堆石頭了 OK 拿超多 所以大家剛開始玩的時候 一定要看一下 然後拿到新的角色 也可以看一下他的故事 成長素材枯 我們馬上打個地獄來這個一下好不好 開玩笑成長 哇 三萬多 好難喔 我們算了 我們打個困難就好了 那可以喔 看一下 刺刺刺刺 這麼刺 啊 可以啊 我用射手射死他們 應該可以吧 哇 他們都在暴打我的法師欸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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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收收收收掉收掉 收掉收掉 盾呢 盾怎麼跑這麼後面啊 會不會玩啊 咳咳咳咳咳咳 BOO起來BOO了 屁啦 他順到我法師後面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圍毆他 這樣會拿多少呢 好好奇喔 1000顆 欸 只有一次 呃 糗了 生不了啊 打打看吧 法師機器也是有點慢 不知道怎麼辦 喔 而且他 咳 而且他刺客一直縮到我旁邊 我也沒辦法 處理他 放大放大放大 墊起來 啾啾啾啾 可以啊 我覺得應該可以 我的師哥怎麼又死了咧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 有針對 有針對弱點去強化有差 好不好 裡面活動是大富翁 常常是沒叫我展示這個啦 但是我們偷看一下 哈哈哈哈 欸 這什麼 情人節限定服袋 好欸 兩步 哇 壞人 尚未挑戰敵人 勝利前進兩格 失敗退後兩格 挑戰了啊 開玩笑 9898戰力 沒有問題啊 秒過欸 GO 前進兩格 挑戰 嫩嫩嫩嫩嫩 怎麼突然就變2萬4了 我看一下 戰戰射射射射 完了這打不贏了 這一關應該打不贏 可以嗎 好像可以喔 我的戰士好像還撐得住欸 剛好放招 掃掃掃掃掃掃掃 暈起來 可以 搞定了 這什麼 YES 魔物聖杯 就玩到這邊 這是一個台灣製的 比較蠻可愛的一個SLG 雖然很可愛 但是 我覺得有一點Hardcore 因為它 蠻多系統在裡面的 但是 這是比較後面的遊戲內容啦 那如果是前面 從一開始開始玩的話 它要循序漸進的驕傲 還可以 所以如果你們覺得 這遊戲蠻可愛的 那喜歡玩這種 不是那種硬掛的 你要想一下 你可以來玩 然後可以去他們的FB 關注他們 想要下載的話 可以直接掃 畫面上的QR Code 或者是你們自己去商店 搜尋也沒有關係 那這遊戲就 展示到這邊 感謝大家